那特別注意,這邊又是一個多重判斷的範例 如果你要做多重判斷 在VBA裡面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 蠻常用的,像因為一般的書籍裡面都會用那個select case select 選取 case select case 但是不過我後來發現,因為同學接受度好像不太高 因為if 那第二種方式就是if,else if 那後來我發現,因為同學已經很習慣 要if,else的 那如果你頂多是加一個什麼 else if 那不用再多寄一個select case的話 這樣感覺會簡單多了 所以以後多重判斷 你們就暫時 把select case 忘記沒有關係 為什麼呢?因為 兩個做出來結果 都可以做得出來 那你會想說,那為什麼兩者都可以做出來 那為什麼VBA還多一個多重判斷 因為效率比較快 select case的效率比較高 兩者相差多少呢?如果以這個範例來看 可能相差 十萬分之一秒 十萬分之一秒是 差一秒都覺得好像沒什麼差了 而且因為現在電腦速度又變快了 所以基本上 一點差 感覺都出 沒有什麼差 它的好處是你可以 省去 再去學一個select case 因為程式已經夠多了 所以 乾脆記這個就好了 它的結構非常簡單 if 後面就邏輯判斷 有沒有 就是 這個是叫 CMB 就指的是這個 combo 這個 下拉選單 裡面的資料如果是玩具的話 我們就輸出什麼 輸出到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的話是什麼 下面是 T 有沒有 這個是 我給他一個名稱叫 TSTB .test 就是裡面的資料 把它 放進一個 399 OK 有沒有 那一樣的方法底下部分的你可以把 把這一段複製之後貼過來的時候 貼過來前面加個L10就好了 有沒有發現其實下面這一行 就是上面這一行 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L10 OK 然後再貼 再L10 再貼總共有五個判斷嘛 那多一個L10就是說如果什麼都沒有的話 那就是輸出什麼 空置串 那這個邏輯基本上跟剛剛那個邏輯 其實是一樣的 只是一個是在Excel的公式 一個是在VBA裡面而已 OK 那做出來之後的話就會有剛剛的這個效果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啟動表單 點下去有沒有 當它Change的時候 有沒有就會有 一個數字出現 那如果當裡面什麼都沒有的話 就會是什麼 空置串 因為它會跑到L10去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 下拉選單 就是當USERFORM有沒有 當這個使用者表單 被 啟動的時候 ADITEM進來 五個五個嘛對不對 所以這五個五個 第二個是說如果上面這個選單 選了之後 Change了 這個裡面要出 出現 OK 好啦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要試試看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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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